從外觀形式來看我的作品的話 其實大概是從容器的概念來出發的 容器其實對大部分來說是非常熟悉親切的 它就是一個有內在空間外在空間 具有一個承載的這樣一個外觀 所以陶瓷本身它就是一個中空的一個造型 所以我藉由這樣中空的概念再去延伸我自己的這個創作 後來因為有了容器這個概念 所以才延伸到所謂的這個過渡空間這個主題 那如果說再更明確一點來講的話 我們以一個杯子手上拿了一個杯子 這個杯子它的所謂的過渡空間會在哪裡 介於內跟外之間那個空間 所以那個空間就是口圓 杯子的口圓就是所謂的過渡空間 我覺得人生的歷程有很多 那又好比我以前就是譬如說單身到結婚到有小孩 所以我覺得其實人生 我覺得任何每個人都會 面臨到所謂自己的過渡時期 但那個過渡時期並不是要去詮釋對或是錯 沒有這個問題 只是我們如何去看待這個歷程 如何去轉化這個歷程 蘋果不是有個地頭嗎 然後轉進去 那如果說我把這個造型延伸 這樣轉然後延伸到這個蘋果心裡面 然後蘋果心進去之後再找個地方 去把它找個出口轉出來 以這個造型大家想像這個造型的時候 我們看待外面蘋果的這個造型 這蘋果的這個造型本身 我們會覺得這是外部空間 你會順著這個面眼睛順著這個面 可是轉到這個上面的時候 這個地頭的時候 轉進去的時候它就變內部空間了 可是這是同個面耶 這是同個面 所以換句話說其實這個面 當我們認知從外面角度來看的時候 會覺得這是外部空間 可是換個角度的時候 它其實變成是內部空間 那搞不好轉出來之後 從另外一個開口出來 它又變回外部空間的這樣的一個元素 所以你剛提到 我有用一些樓梯 甚至我還有用一些別的 像管子 不同的一些素材 其實墓地也是要希望能夠透過 這樣的不同的元素 把空間從外帶到內 然後有可能再從內帶到外面 透過這樣的手法來表現 來詮釋這個孤獨空間的意涵 就我的作品來說空間這個議題 在我作品裡面還是滿鮮明的一個特點 但是就過度的這個意涵 我已經開始在做一些變化 但是不變的是 我的作品裡面還是在探討空間這樣的議題 透過一些營養虛實這樣的變化 來表現空間的議題 那也希望能夠 因為是掛牆的 我的作品之後會想要用掛牆的方式來製作 所以也讓人家去思考陶瓷作為一個立體的素材 那如何用一種很像是類似在觀看這個繪畫的這樣一個角度 來看待一間立體的陶瓷 讓人家從這個觀看繪畫的角度去體會空間上面 在陶瓷上面的一個表現 珍貴的高中文中文化 他等於露面中文化 在陶瓷上面的中文化 感谢观看